反过来我们新加坡就非常好 你看我们卫生部长王以康 很瘦瘦的 能跑步能骑单车 然后特别有运动 大家好 今天我们在新加坡一家医院里 看到一张海报 特别有意思 我想非常值得分享一下 新加坡一直在推SG Health 对60多岁的老人有很多的关爱 那这张海报是关于按时服药 我们说按时服药还有很多可以被讲的内容吗 但确实是这样子 这张海报用六个部分讲 教你怎么样可以不要忘记吃药 可以按时服药 很可惜海报是全英文 所以我试图用中文做了最简单的概括 首先是寄日历 因为它拿了一个Kellin的一个日历的形状 第二个是开闹钟 那手机是可以提醒大家开闹钟 我们知道现在手机日历提醒都是非常常用的功能 然后是列清单 因为可能一个病人会有不同的多种的药需要吃 时间要的剂量不一样 所以也要列清单 第四小药盒 我们知道其实有一个小药盒把每天要吃的药装起来 这样一个礼拜一装 其实会很帮忙病人按时服药 那作为一个每天早上要吃药的人 我现在就是这样子了 所以就是设日历 开闹钟 列清单 小药盒 这就是四个 最后两个是跟家人有关的 第五个是家庭常备药 所以一个家里面都会有一些各种各样的药 那不妨就有一个药箱或者药柜 一个存放家里面常用药的地方 所以是家庭常备药 最后一个就更重要更重要了 是家人多关爱 我们想其实有些老人家或者有些身体不是太健康的人 他吃药还是需要家人或者朋友的提醒和帮忙 那么这个时候家人对他多一声问候 多一句关爱 也就会帮助他按时服药 那在新加坡就是这样的 看上去每一件事情都做得很精细 但都是非常实在和落地到位 我们要好好的夸一夸新加坡 记得差不多一个月以前 我们频道发了一张海报 但前段时间被我又删了 因为总是有一点点不太好 海报内容是说欧洲 包括美国、加拿大、英国这几个国家的那些卫生部长 其实如果各位现在有兴趣 可以去网上随便找找资料 这些卫生或者健康方面的政府主观 其实真的都不怎么健康 反过来我们新加坡就非常好 你看我们卫生部长王以康 很瘦瘦的 然后能跑步、能骑单车 然后特别有运动 本身是一个非常健康的领导人的形象 那他领导卫生部自然也会让老百姓更有更好的健康 那在新加坡的医院里面 这张海报 其实还有很多类似的海报 都是从不同的方面对病人提出关爱和帮助 只是这张提醒病人要按时吃药的海报 又显得尤为有特色、尤为突出 那我想如果各位没有看到这张海报 没有关系 刚刚我已经给你提炼了 那也就是摄日立、开闹钟、列清单、小药盒 家庭、常备药、家人、多关爱 就是这六个特点 所以镜头前的你不妨把这些都记下来 这里是星级之道 我们致力于弘扬中华的传统文化 我们致力于帮助华人在世界各地可以过得更健康 更有文化 谢谢 再见